有时候是三个星期的船程 有时候也要一个月 一个人的位置是50美金 小龙现在找了一个船 咱们去漫游一下钢果河 咱们住在这个油气筒上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气候 天气这么好 但是在这个钢果河上飘的 全是垃圾 一层一层的垃圾 这边就是富人区的房子 然后隔着一条河 这边就是贫民窟 就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生活条件也是相当苦 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电 大家看到这个铁皮房子 就是这个船上的厕所 我现在是来到了 刚果津的地狱之船 这边码头上停的都是这种船 这个船上会载上200到500的人 前往机上加尼 机上加尼也是刚果津的一个大城市 因为刚果津这边的路路很不好走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个刚果河来旅行的 所以我会拿到这个河 来到这个河 这几个河 这几个河 这里是5个河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地方是5个河 5个河 我现在想要拿到一个河 好 那是5个河 不那是5个河 那是5个河 大家可以看当地人的生活都是在这个甲板上面 包括他们洗澡洗衣服都是在这个船上 就搭这个河里面的水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你看这上面搭了很多的帐篷 包括还有太阳能板 当地人就是先到先得 占好位置之后带上他们的货 带上他们的人 就要开始他们的旅途了 这段旅途也是特别的辛苦的 也是很不容易的 经常也会有一些船翻掉 因为这个危险系数其实挺高的 这个船也是被很多纪录片誉为是地狱之船 那个地狱之船咱们就不带大家体验了 这个21天太漫长了 而且在上面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这个船会连起来啊 兄弟们 他们管这个叫巴士 就相当于是一个平板船 这马达姆正在做饭呢 他们的衣服什么的也都是在这里面晾 这个是装着油桶啊 货物 这就是他们那些 要去旅行的人 他们搭着船铺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啊 就是这样的 搞一个棚布遮着 也是在这里生活 水的话就是直接取这个河里的水 整个码头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社会啊 那边有换钱的 这边有吃东西的 咱们在这里吃个早餐啊 马达姆做的 背孽 这个是非常好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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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草药煮的茶 就在这个地方买的 马拉姆正在塞着花生 草花生 这个花生还挺好吃的 挺脆的 大家看那个数量袋 上面印的都是曼德拉呀 在刚果金金萨萨这边的数量袋 要么印的曼德拉 要么印的是奥巴马 我刚刚的巴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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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马达姆跟我们说呢 就他也会跟着那个船一起走啊 有时候呢 是三个星期的船程 有时候要一个月 一个人的位置是50美金啊 所以说他在船上呢 还要把这个船费给挣回来 这里呢就是金萨萨的博物馆啊 咱们现在付一下门票啊 10美元 10美元 OK 10美元 我在为了博物馆 谁胜吗 咱们就是花10块钱买了一张 不算门票的门票啊 这是自己手起了个10美金 大家看这个就是之前人类啊 起源是来自于非洲的 就是整个非洲人迁移的一个足迹啊 慢慢来到了其他的一些大洲 这个呢是他们刚果当时 刚果王国的书啊 里面有很多的信息 但是不知道大家读出来这个里面的信息了吗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具呢 是匹格米人的一个面具啊 匹格米人呢是在中非地区啊 也是非洲最矮的一个部落 以前金萨萨呢是叫利奥波德维尔啊 就是以那个比尼池的一个国王的名字 就是命名的 后面呢是改名叫金萨萨 然后呢这里又是讲到了奴隶贸易啊 大西洋的三角贸易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没有看过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小军在宁压拍的视频 这个呢是刚果金 就是原始部落里面的一个躺椅啊 这些都是枕头啊 他们都是躺在这个上面睡觉的 这个是刚果金的拖鞋啊 就你们这个跟日本的有点像 这个穿起来真的挺锻炼这个脚拇指的 上导跟我们说啊 他的这个拖鞋不是所有人都能穿的 这个必须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穿 这个呢是他们当地人结婚的时候用的一个杯子 在非洲他们也喝焦杯酒 不过呢是在同一个杯子里面 就是左边那个呢男的喝 右边那个呢是女的喝 原来人类的一些习惯还是挺相似的 这个就是刚果金他们酋长国王的椅子啊 跟那个图坦卡蒙的金椅子是有点 异曲同工之妙啊 但是别人是用金 他这个是用木头啊 就在这个刚果金啊 你看这个小孩他的头是不是很长啊 这个妈妈的头也是 就他们有一个传统呢 是把小孩从小孩的时候呢 就会在头上绑一个东西 然后让那个头呢是往上长 就长得很长 长大之后就像他妈妈这样子 然后呢在这里呢 突然就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们在外面在国外的时候呢 咱们在一些博物馆啊 景点啊买门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国民价是一个价格 然后外国人是一个价格 往往呢外国人的价格 会比国民价要贵十倍 好几倍的这种 其实这个现象呢在国外很普遍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钢国金的博物馆 他的当地人呢只需要三千钢国法郎 大概呢就是一美金 然后呢外国人的话要十美金 所以就是差了十倍的价格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在咱们国内的景点啊 或者是博物馆这种 外国人来到咱们的地方参观 价格应该也要比咱们本国人要高 这样才合理 因为毕竟咱们本国人是辣水人 应该说要更优惠一些 外国人他过来旅游 他就应该要比本国人价格更高 因为其实在很多国外都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体现 你本国人的一个优势呢 不然burguf 不 такая优势 不然你还说不像 不ses FP TAD 不转мер 不转唐 不转り 不转啦 不转呛 宇保护 不转